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国内喝酒风气博盛 不只中壮年人喜欢品红酒 喝威士忌等烈酒追求品味 年轻族群聚会时男女都会喝一点啤酒 不只研究说喝酒可以护心 近来国外还有研究说喝啤酒可以防失智 喝酒对心脏是好还是坏呢 喝多少才安全呢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甚至医师说适量喝酒有益健康呢 二三十年前欧洲研究显示 发现地中海人每天习惯喝一两杯红酒 健康又长寿 大家就说红酒可以护心 研究说是因为红酒中的百里如醇可以保护心血管 所以大家就一直认为适量饮酒是对血管有益 不过近年也有一些争议 目前认为适量饮酒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过量饮酒可能会引发心脏问题 包括了会增加血中的三酸甘油脂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酒精热量高会变成代谢症候群 变胖也对心脏有害 喝酒血压会上升 心跳加速 血压没控制好或心率不整的人会有危险 而且酒精会影响代谢甚至引发胰臟炎 台湾人适合喝酒护心麻 有半数的东方人缺乏了酒精代谢酶 无法将乙泉代谢成无害的醋酸 喝酒容易脸红的人要小心乙泉可能会有害健康 造成癌症或失智风险会升高 但是一般人适量的喝酒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很多新闻中常看到酒驾车祸 酒醉闹事等问题 偶尔喝酒可以让聚会气氛变好 但是要建议要适量的喝酒 这指的是男性每天少于两个当量 也就是酒精30克 约两罐的铝罐啤酒 那女生就是减半 则是一罐 那红酒大约要100cc 烈酒大概30-40cc 注意喝酒后千万不要驾车 否则互不互心都是白说